今天很高興邀請到深歐寵物友善餐廳的負責人 蕭陳佑來接受我們專訪 陳佑你好 你好 陳佑當初怎麼會 什麼樣的起興動力會讓你想要開寵物友善餐廳 想要 打造一個就是人跟寵物 可以 互動的一個 場景 部分就是 狗狗或貓咪 因為其實大部分的人比較沒有辦法 在家裡養狗狗或貓咪 可能因為家庭因素或者是個人因素 所以會選擇 想要打造這麼一個場景是因為 可以來我們店裡跟 貓咪互動 或是跟客人的狗狗做互動 那一方面也想要說給寵物他們有一個真正可以放鬆的地方 對沒錯 好 那為什麼你們這個寵物參加群名叫聖歐 是因為當初我們打造的環境想要很多樓層 然後每一層的風格都不一樣 我們本來有一層想要跟寵物結合 是想要做森林風 然後一二樓想要給客人一個單純的用餐環境 然後想要打造一個比較簡約的 北歐風 然後才會取比較深歐 因為那時候有去查說 店名該怎麼取 然後有些人說會以裝潢 因為我們那時候有給人家算命我們的名字 但是他給我們的名字有一點 不太好聽 所以我會決定 自己取這樣子 自己取 對自己取 那就根據店的裝潢比如說森林系 對 北歐風格叫森歐 對是 喔是 好 那陳佑因為 我覺得自己創業啊 在台灣其實現在這個環境不太容易 因為你們那時候是兩年嘛對不對 兩年的話那時候 好像還是疫情的時候 對 對啊 你們怎麼會選擇在疫情的時候創業 其實那個時候 我也覺得只是憑個人感覺 那時候也在 有一半的機率是在賭 因為我覺得你只要抓住風口 基本上你可以在那個風口中闖出 不要說一片天 闖出一些些機會 因為那時候我是趁疫情中的時候 那時候解禁可以在餐廳裡面用餐的時候 我趁那個時候下去做裝潢 裝潢完的時候剛好 好像已經過了第三期 然後已經解禁 就是比較沒有那麼 用隔板的那個時候 我懂了就是已經比較沒有那麼 已經有點舒緩了 鬆綁了 開始舒緩了 一個情況下 剛好做開業 對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還是有在實名登記 對剛好過了 所以你們選的那個時候開業 你覺得選那時候開業會不會遇到什麼樣的困難跟挫折 困難跟挫折 當初當然會擔心說會不會因為疫情 沒有過的關係 會不會造成 沒有客人 沒有營業額 但是 根據大環境 我就覺得 不能考慮這個原因 然後我還是堅持下去做 那 挫折的部分的話可能會 比較多來自於 客人 也會來自於跟同事 我覺得都是差別在於 溝通 溝通的話是對同事 那 挫折的話是來自於 客人的不認同 我覺得是這樣子 客人不認同是餐點的不認同還是什麼樣的不認同 餐點的不認同 因為我們 比較偏向於的餐點是 手工制 手工 對手工制 不會像外面的 餐廳比較偏向多用一些 醬料型的調理包 就有點半成品 對有點半成品 對 所以他們出餐的速度其實是非常快 喔 所以他覺得你們 出餐速度太慢 對我們也當然有被反映過我們出餐速度太慢 因為那時候可能剛做 我們當然其實 其實初期都是朋友來捧場 然後 可能六個人 一個人 第一個人吃完了 然後 學生吃完第六個人的餐也沒出 這時候速度真的很慢 所以 曾經因為這樣是挫折 對 人家一直吃完 但是你朋友也是好心 你有沒有有點慢 想辦法 想一想問題 我們就是根據這個辦法 想辦法改進 這樣子 不過 開餐廳或是創業 難免都有 困難跟挫折 我覺得其實 也不用擔心就是去面對他 然後把他當成日後的養分 我覺得也沒有什麼大不了 是的 那有發生到你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嗎 印象最深刻的事情 應該就是走法院這件事情 喔 真的喔 這麼嚴重 對 因為就是我們店裡有 帶寵物 入店裡的 就是一些 虛資 規範 就是比如說狗狗好了 我希望帶狗狗從 進來的話 就盡量矽牽繩 對不一定要放推車 矽牽繩的話呢 我們盡量希望狗狗是綁在桌子上 我們桌子下面可以綁 不要綁在椅子上 因為有的 中型犬或大型犬 他們力氣比較大的時候 是椅子拖得動 對如果綁在桌子上 桌子比較重一點點 他拖不動 對比較拖不動 那 會上法院這個情況下 是因為那個客人他把 狗狗綁在椅子上 然後那個狗狗又不願意跟他的主人分開 這麼長的距離 那個狗狗就拖著椅子 他拖得動 他拖得動 他拖著那個椅子 一路從他的位置 然後 衝到櫃台這邊來 然後那個椅子就沿路的 撞到客人的桌子 也撞到桌子 然後 一路的有聲響過來 然後有嚇到我們店的貓咪 然後我們店的貓呢 就是有一個 應急反應 然後就是可能想要保護自己 因為突然被 太大的聲響嚇到 有個保護機制 然後想要反擊 攻擊那個狗狗 但是就是那個狗狗就是 也有掙扎 就是沒有 攻擊到狗狗 但是 那個狗狗的主人有用手去打 然後有咬到主人這樣子 然後我們有因為這件事情 主人受傷 對主人受傷 然後有因為這件事情跑法院這樣子 可是我覺得就是 也不能說都是你們錯了 因為畢竟他沒有先把 沒有先遵守規矩 因為我覺得就是一來一往 就是不管今天到任何的一間店裡 不管是親子的 還是寵物的 他們一定都會有一個 入店的虛制 或是希望 大家能夠遵守的規矩 這樣子 是 好 那個陳佑那你們深歐最當初的基因理念是什麼 最當初的基因理念是想要做一個跟人家不一樣的餐廳 所謂的不一樣是說 我們想要有一個可以人跟寵物之間可以互動 的一個 環境 然後再來是說 其實大部分的動物比較偏向於 在外比較沒有家的感覺 所以我們有部分是在做 微中途 就是說我們還是會救一些流浪貓 我們定期回去餵流浪貓 我們也會如果這隻流浪貓比較親人 我們會帶回去店裡 然後幫他做一系列的清理 就是洗澡 去籌 然後幫他找一個家 對 希望客人可以來我們這邊用餐的同時 可以跟貓咪玩 或是說 有客人想要領養貓咪 但是他不曉得 從什麼樣的 途徑 可以得到這個資訊 但是我們店員在做這個 這樣子 想要打造這樣的一個環境 對 那陳佑那你們生活 因為坦白講 寵物有算餐廳台灣很多 是 對那你覺得你們生活跟別人不一樣 比如說除了餐田你說你們是手工製之外 還有沒有其他特色 不一樣特色 不一樣的特色應該是說我們的 跟人家比較不一樣的原因是因為我們 由食材下去的話你說手工醬 再來我們店裡比較一個具有特色的餐點是 那個國西碗 那個國西碗的話是從國外比較 偏向於 巴西莓果碗 它是由優格下去做基底 然後上面會鋪上很多當季的水果 然後跟麥片 或是堅果類的東西 比較偏向想要健身或是 不想攝取這麼高熱量的女生可以使用 所以比較侵蝕就對了 對比較侵蝕 這個比較偏向食物的部分 如果以環境來說的話 我們寵物友善 但是我們比較偏向 其實我也覺得可以叫寵物餐廳 因為我希望客人帶進來的寵物 並不一定要向外面的餐廳的規範 他一定要在 外出籠裡面 或者是他的推車裡面 可以放出來讓他在餐廳內裡面 稍微自由活動一下 我覺得我比較偏向這樣子 就是真的寵物餐廳就對 寵物可以放出來 可以跟主人同樂 不是只能 因為有些可能就像你講只是可以帶寵物進去 但是他寵物還是在籠子裡面 那就跟在家沒有什麼差別 沒錯 所以這是你們的特色 對希望做到 但是就是像你講要有規範 對要有規範 就是比如說 那個鋼板 該綁在哪裡就綁在哪裡 對希望綁在桌子上 不然那個狗狗有時候失控會暴衝這樣 對 可是 像你們有貓跟狗對不對 貓跟狗可能比較不容易相處 如果說有 客人是帶貓又有客人帶狗 那你們要怎麼避免說 他們的貓狗會那個 我們會入座的時候 我們稍微會有一個一定的 位置上的區分 像帶貓咪的客人的話 我們會比較安排 裡面一點的位置 對 裡面的位置 像帶狗狗的客人的話 我們會比較安排 比較偏向 就是一進來入口的位置 保持一定的距離 因為有的狗狗進來 這個環境可能會比較激動 因為他們可能 他們家可能也有貓咪 他們想跟貓咪互動 但是 有些客人的貓咪他們是沒有跟狗狗 有互動過的 所以他可能會 對狗狗會排斥 所以我們安排的位置上的話 會有一定的距離 所以你們安排上也會有巧思 就是帶貓跟帶狗的就盡量 分開 盡量分開 有一段距離 有一段距離 保持一段距離 保護狗狗也保護貓 這樣子 會有比較 帶奇怪寵物的客人嗎 很多 就是像 我們遇到了蠻多的 帶刺蝟的 帶烏龜 帶蛇 帶 鳥類 真的喔 對 蠻多的 帶烏龜 對 猶豫蠻多的 鳥會在餐廳亂飛嗎 不會 不會 他們其實 我是沒看他有綁 他如果要放進籠子裡面 他會綁腳链 但是他放在身上那個客人 他蠻 特別的 他來蠻多次的 我們就是有認識 然後他其實也有帶來的 鸚鵡 或者是比較小型的 寵物鳥 他是可以放在肩膀上 他沒有亂飛過 沒有亂飛 沒有亂飛過 我的意思說不會亂飛造成別桌客人的困擾 不會 不會 是不是 其實有些客人還蠻喜歡 真的 對 好那陳佑那你們 生活因為兩年嘛 兩年其實不算長的時間 那你們有沒有一個未來的一個短中長期的規劃 短中長期的規劃的話 目前中長 中長期的話 我們會想要把我們店 擴展的比較大一點點 因為我們店裡現在目前是一二樓 但二樓的部分的話是沒有開放給客人 那我們希望短中長期的規劃 中長期的規劃我們想要做到比較大一點點 就是說 我們想要有一個 客人可以單獨來用餐的環境 因為有的客人 我們有遇過真的客人是怕貓 但是他為了陪朋友來吃飯 他待不下去 他自己本身有點怕貓 他硬著頭皮來但是沒想到他會怎麼怕這樣 真的喔 然後朋友就反應說他外帶了 然後我們想要做一個區分 如果真的要用餐就單純用餐這樣 可能就想去摸貓 我們可能就想要希望說我們之後 想要有個二三樓之類的 你真的想要摸貓咪你可以上樓 去跟貓咪做互動 對我們想要做到的 長期是這樣子 然後甚至我們想要更大空間 我們可以中途比較多的流浪貓 就像剛剛講的 你們有時候也會中途 去救貓咪 像我們門口也會擺一些飼料 因為流浪貓 我們會看解釋器 然後看到貓咪會來吃飼料 然後發現說其實我們店裡也蠻多附近有浪貓 有貓 但是比較怕冷 我們也救不到他 這樣 好 那陳佑因為現在很多年輕人對創業都會有自己的想法 他們也有自己的 他們也有熱情想要創業 你會給他什麼樣的建議 我覺得建議的話我會希望他們能夠 強大他們自己的身心靈 因為我覺得身心靈很重要 原因是因為 開店 最重要的是 營業額 營業額等於你自己的收入 如果你沒有收入的話 你就會 開始導致 你的 身心靈狀況不好 身心靈狀況不好 你就會導致你沒有辦法上班 你可能會導致你會生病 你的壓力過大 你身體就會出現狀況 這些問題下來之後 你就沒辦法再創業 你就沒辦法再開店 沒辦法開店就變成就沒辦法再創業了 沒辦法開店的時候 你就想說 今天沒辦法開店 你就少了今天的收入 因為你沒辦法開店就沒辦法接客人 你沒有客人就沒有收入 沒收入的時候 也會導致你有壓力 你身心靈狀況不好 所以是惡性循環 惡性循環 不斷的循環 所以我覺得 真的要創業的話 身心靈要非常強大 你要能夠抵抗那個壓力 對 然後也要懂得什麼事實去調適自己 對要懂得什麼事實去調適自己 然後再來 我覺得希望能夠給他們建議的話 我希望是 我個人的做法是 我會把我自己的後路全都 斬掉 我所謂把後路 不要有想的 有後路可以退的原因是因為 有些人會覺得我店開不起來 我就回去做上一份工作就好了 那我覺得就是說 我不會想著後路的原因是因為 你才有辦法想著你要往前走 你要把這件事情做好 因為你沒有後路了 對 你沒有後路這個情況下 你才可以把這間店開得更好 因為你就會告訴自己 我沒有後路了 你就只能往前走 往前走的情況下是什麼 你就只有這間店 這間店做不下來就活不下去了 你就想辦法把它做好 對你就會想著沒辦法活下去的話 就只能想辦法把它做好 我覺得我個人是這樣子 但我會希望如果有創意的話 自己要有 非常強大的心理 對 所以陳佑的建議就是 你自己 當然心理素質要強大 然後能夠面對壓力 你要懂得調適 那當然就像講 我就堅持啦 就像你說的 就是告訴自己 我就沒有後路 我就想辦法把它做好 就是要堅持下去 真的就是想辦法 不要覺得有太多的藉口 就是想辦法把它做好 我就不只創意 其他很多事情也是一樣 如果你找很多藉口就做不成功 如果你真的想成功 你會找很多方法 對真的是 今天很高興邀請到 深歐寵物友善餐廳的負責人 蕭陳佑來接受我們專訪 謝謝陳佑的分享 謝謝你 謝謝